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2007年上映 讲述农物杀人的电影《迷雾》 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电影吧 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 结合一家三口心情复杂地站在窗子前 此日天晴了,院子乱了 邻居中的大树砸烂了自家的木屋 就在一家三口感叹老天无情的时候 他们看到远处的山上弥漫着一股浓烟 并再逐渐靠着他们袭来 杰克不以为然,毕竟大物有什么稀奇的 他找到了黑人邻居琼斯谈论赔偿问题 对方并没有为难他 声称会联系保险公司,然后进行赔偿 由于琼斯的车子被砸坏 杰克带着他和儿子准备去镇上购买生活用品 去的路上,他们与几辆军车擦肩而过 超市内人满为患,大家都忙着购买物资 这时小镇响起了一阵刺耳的报警声 紧接着,一名身上带着血的老人跑进了超市 他的嘴语大喊,农物里有东西 已经有很多人被拖了进去 原来,农物已经蔓延到了这里 人们四处逃散,唯恐被农物笼罩其中 一名男子不幸试图开始逃离 结果传来了一声惨叫,就没了动静 众人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突然,大地距离震动起来 人们纷纷卧倒 等到地震结束后,人群陷入了恐慌之中 由于不知道外面安不安全 超市老板呼吁大家不要出去 然而,短发女子声称 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在家 她必须赶回去 她希望能有人送她回家 但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短发女看向了杰克 可杰克要保护自己的儿子 便拒绝了他 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 她只得绝望地离开 杰克来到仓库 准备给儿子找一些盖的东西 突然,仓库的门动了起来 似乎被什么东西撞击着 吓坏的她找到了超市员工 说明情况后 众人来到仓库搜寻一番 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大家于是嘲笑她 太过于胆小 一名小伙子准备打开门看看 但杰克劝她 在没有搞明白外面是什么东西时 建议不要打开这道门 年轻小伙嗤之以鼻 不顾杰克的劝阻 让人打开了这道门 大家看了一会儿 并没有什么异常 年轻小伙回过头 准备嘲笑杰克时 一只触脚缠住了她的腿 这个时候 杰克立马冲了上去 而反观其他人 早已被吓得魂飞扑散 杰克请求他们帮忙 结果没人帮她 这时越来越多的触角 从门下伸了进来 杰克虽拼尽全力 却还是无法阻止小伙 走向死亡的深渊 最后她拿起斧子 砍断了一只触角 冷静下来后 大家商量该怎么办 杰克认为 为了不引起恐慌 不要将这些事情告诉其他人 可只抱不住火 超市大门 由玻璃制造 是挡不住这些怪物的 杰克只好找到了银居琼斯 准备寻求他的帮助 但对方是一名律师 从小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他 自然不相信 超自然的存在 双方的争执声 引来了其他人 为了证实杰克说的是否是真的 超市老板跟着他们 来到了仓库 在这里 见到了化为农业的触角 他出来告诉大家 杰克所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消息在人群中 引起了恐慌 杰克一伙人立即 找来了各种各样的重物 准备封闭玻璃门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叫珍妮的女人 她信奉上帝 认为是人类的贪婪与无知 才引来了上帝惩罚 并且在今晚 上帝会来到他们的身边 然后将所有人带走 金饭女莫莉 对她的神神叨叨 实在忍不住了 给了她一耳光 让她不要在这里散布邪教论 为了应对危险 杰克一伙人找来了一把手枪 琼斯站了出来 她认为物里根本就没有东西 便决定离开这里 杰克万般劝阻 但对方坚持要离开 临走前 杰克让他们之中的一个人 绑上绳子 结果发生意外 好急时将她拉回来 时间滴滴答答的走着 绳子并没有什么异常 突然绳子上传来了巨大力量 等收拢绳子时 发现对方只剩下了一截尸体 超市内忍心惶惶 大家找来了照明装置 突然玻璃上出现了一只怪物 人们从未见过 随后越来越多 眼睛男恍然大悟 一定是灯荒的原因 很快这些怪物就撞破了玻璃 他们袭击着每一个人 被咬的人伤口肿大 几分钟内就死亡 人们纷纷点燃火把 驱逐这些怪物 最后在大家不懈怒力下 怪物全部被赶走 可受伤的人急需医治 刚好离超市不远的地方 有一家药店 杰克带领一伙人 准备去药店拿药 但珍妮夫妇万般阻止 害怕他们会把怪物引过来 杰克带着自愿者穿过迷雾 来到了药店 在这里大家抬头一看 蛛丝网中缠着许多死去的人 原来这些怪物用人体 作为繁殖容器 这时周围出现了许多 口吐蛛丝的怪物 杰克一伙人留下几具尸体 仓狂跑回了超市 而珍妮夫人见状 立即吹鼓她的赎罪论 这个时候 有的人内心开始动摇 杰克突然想到 山上有一个军事基地 而超市内还有几名士兵 他准备去查明真相 结果两人自杀 所幸的是 他们找到了幸存的一名士兵 他告诉大家 山上其实是一个科学军事基地 因为一项试验的失败 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这才导致这些怪物降临地球 珍妮夫人抓住机会 声称将这些士兵血迹 才能获得上帝的原谅 在灾难面前 除了杰克一伙 其余人已经被洗脑了 风风信奉 珍妮夫人是上帝的使者 大家将气发泄到士兵身上 有人还用刀刺伤了士兵 然后将他扔出了超市 眼睁睁看着他被怪物抓走 杰克知道 人们已经丧失了理智 他决定带着儿子离开这里 结果珍妮夫人寸步不离地守在门口 政治中 珍妮夫人让人抓住杰克的儿子 再次实行血迹 众人纷纷拿着刀围住了杰克一伙 这个时候 眼睁男掏出了枪 解决了珍妮夫人 杰克一伙人来到了迷雾里 很快怪物就抓走了他们其中的一员 杰克快速地找到了自己的车 他们在超市的目送下 缓缓开着车离开了这里 镜头划过超市人们的脸 不知是羡慕还是同情 杰克回到家门口 发现妻子已经被裹上了粽子 接着他们又在行驶途中 看到了许多惨死的人 突然传来了地震 原来是一只几十米高的怪物 正缓缓从他们面前经过 整个小镇变成了废墟 犹如世界末日 他们开了许久 车子已经没有了油 听着周围传来的怪物声音 五人你看我 我看你 大家都知道 与其受折磨 还不如给你自己一个痛快 车子内传来了几声枪响 杰克帮助他们脱离了痛苦 可就在他举枪自杀时 枪里没有了子弹 杰克走出车子 用声音吸引怪物来吃他 令人绝望的是 声音并不是怪物传来的 而是军队的坦克 士兵们拿着喷火枪 消灭着怪物 这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 他看见短发女带着孩子 正在无情地看着他 这一幕直接让杰克退入了万丈深渊 他坐在地上悲痛欲绝 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 一个结局直接让人喘不过气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